欢迎大家收看由安乐居呈现的《不老80》 今天请来医备后科专家梁文杰医生 梁医生你好 Raymond 你好 大家好 很开心请到你上来 我觉得很荣幸有机会跟你商量今天的耳朵疾病 是的 其实我怎样认识到梁医生呢 我看到一个网上的你一个访问 咦 真是很有趣 你说关于医备后的事等等 我真的很想访问这位医生 而且你讲解得很清楚很清晰 终于找到梁医生今天上来和我们聊天 梁医生我知道你是耳鼻喉科专家 我们英文叫ENT 其实耳鼻喉对我们很重要 突然有一天我看到一件事 还有身边有些朋友有这一种问题 叫做突发性失聪 突然间他无端端有一只耳朵 一边的耳朵听不到 在我们的认知来知道 我们小时候也试过耳朵发炎等等 或者你伤风时都会避失耳朵 听不到声音 但原来突发性失聪不是那么简单 今天就让梁医生和大家解释一下 好 多谢你 Raymond 要了解突发性听力损失的原因 我们大家都要学会一些很简单的耳朵解剖 耳朵可以分开有三部份 有外耳、中耳和内耳 外耳包括外面看到耳朵和外耳朵 中耳包括耳膜 耳膜后面有三条小骨 也包括胭骨管 内耳包括耳窝和耳朵听力的神经线 失听的原因可能是外耳、中耳或内耳的问题 例如外耳朵的耳朵 失耳朵 声音不能进入外耳朵 就觉得蒙了听不到 有时突然失耳朵 也觉得突发损失 最好的方法处理是很简单的 洗净耳朵便会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外耳朵亦可以有发炎 例如如果是用棉花纤 来捞伤外耳朵 入了细菌 之后便可以发脓、发肿 不仅仅会损失耳朵 还有痛和流水 你刚才说外耳洗净 其实多数用什么方法 我听人说是吸一些耳朵 如果在医生医务上吸出来 便最安全 如果在家里 轻轻用暖水来冲也可 但是不要用太多力 不要用太多水 但最好是在医生医务上清洁 便最好 我觉得最好 最安全 说到外耳炎 如果真的有发炎 不止痛 还有流水 还有失踢角 这些点医法 便是用抗生素 使用医药水 滴下进去外耳 便可以医治这个问题 就是滴下去 滴下去 不是口服的 不需要 反而外耳炎 吃施软药没有那么有效 滴下去便会比较好 但中耳炎 就是耳膜后面的发炎 亦可以影响失听角 好像你刚刚解释的 如果是伤风狗毛的 被塞的 有时细菌 会从鼻戈 和上那条烟管管 入到中耳 便会发炎 如果是中耳炎 便要吃抗生素 才能治得到 因为如果滴下去 便不能进入中耳 中耳炎 比较危险 中耳炎 因为是在耳膜 耳膜后面 所以比较难治 要吃抗生素才能治 但也能治得到 也能治得到 就算中耳炎 也可以治得到 大部份的小朋友 年轻人 有中耳炎 都很容易治 为什么他们多数 好像听说 小朋友很容易有中耳炎 第一是经常伤肤感冒 第二是烟菌管 出生时便很窄 中耳的水流不通 还有出生时 烟菌管是打平的 不是打洞的 越长大才会打洞的 所以流水便比较难流出来 所以小朋友为了几个原因 容易有中耳炎 明白 但最难治的就是 内耳的问题 内耳等于神经线和耳窝有发炎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发炎 但怀疑可能是病毒 进入了神经线 例如像中风 一旦大脑和神经线有发炎 要尽快看医生来医 才可以最高机会 你恢复 梁医生 我听说 有些人说 这些突发性失聪 突然间听不到 尤其是在内耳 有些人说是以中风 是否可以这样说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正式中风 因为中风来说 不够血到神经线 才正式是中风 但我们知道有发炎 有炎症 或者是病毒 或者是轻名中风 没有人知道 但那条神经线受伤 明白 所以好像中风 你一知道 虽然未必关于血管事 但一知道有这样的问题 立即去看医生 因为越快就像中风 越可以痊愈 对 而且如果超过一个星期 症状起 未看医生 未开始治疗 恢复的机会 就比较低 所以应该一至两个星期来 要看医生 就比较最好 一至两个星期来 但问题是 我怎样才知道 自己是否有突发性失聪 我自己不知道 是的 第一是忽然之间失聘觉 第二如果是内耳的问题 多数不只失聘觉 还有耳鸣 还有耳鸣 头云 天船地转云 如果有这些症状 应该要趕急来看医生 即是失聘觉 头云和耳鸣 就比较担心是一个内耳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会 一会儿回来说 如果真的有突发性失聪 尤其是内耳 那我们怎样可以帮到它 可以康复 或者可以康复多少成 甚至有些是医不上的 还有究竟怎样可以医 一会儿再谈 欢迎大家继续收睇 由安乐居前宪的不老八十 今天请来以备猴科专家 梁文杰医生 首先我们去看医备猴科 你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会帮助他做一个听觉测试 才知道究竟你的内耳是否有什么事 以及失聪到什么程度 是的 譬如如果来到医务所 我们检查时看到没有外耳的问题 或者没有中耳的问题 下一步就应该要做一个听力测试 检查一下是否真的神经线受伤 那些听力测试 当然我们通常见以备猴科专家之前 我们去见家庭医生 所以通常去家庭医生 他都会帮我们查询外耳等等 或者是中耳有没有发炎 可能如果没有发炎 可能他们都会怀疑内耳的问题 就会传他们去看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是要测试什么呢 是否可能拿些东西给你听 听不听到这样 不是 正式是进入房间 就带个耳筒 会放不同的声音进入耳筒 听到声音的时候就举手 我们就会做到听力测试的报告 这个数目指代表几多个分贝 几大声 要放得几大声才有反应 越大的数目指 等于越听不到越损失听觉 这里的数目指代表声音频率 例如低频音的鼓鼓声 这里就是高频音的鼓鼓声音 好像现在这个报告 上下有什么分别 上下有什么分别 你上面有一些报告 下面的报告 这里分开哪只耳朵 所以圆圈的就是右边耳朵 交叉的就等于左边耳朵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病人打电话来看我 因为忽然之间有损失听觉 你可以看到做了这个测试 要放得大声一点 左耳朵才有反应 右耳朵分贝以下都有反应 但是左边耳朵的就是25分贝以下才有反应 所以代表它正式有损失听觉 而且华尔是神经线损失 就是内耳的问题 如果这个报告看来 就是右耳朵有问题 不是 圆圈就是右耳朵 左耳朵有问题 是的 现在左耳朵的分贝跌到不是平常 所以应该全部在正常那里才对 是的 平常就是25分贝以下 因为以上就等于正常 他在下问就是25分贝以下 就等于不正常 如果可能现在这个当然他要医 如果可能到时 分贝只有一个 一两个或者只有一个 是不是平常 那算不算是突发性失聪 就是算是有受过伤 OK 明白 就是有多严重 需要不需要医治 就看看有多大影响病人 我们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提醒 是的 就是这个病人 就是来看了我之后 就吃了一些雷固醇 来医好神经线消化炎 他也不仅是吃雷固醇 还有打雷固醇入中耳那里 来消炎 之后他的听觉再检查 就好很多了 OK OK 所以说了几次 这个数字的分贝 就是放了几大声才能听到 这里是什么声音的频率 以前的交叉就左耳 软圈就右耳 交叉当时是25分贝以下 现在来说的正常很多 全部都是25分贝以上 那算是好很多了 这是一个成功的医得好的病人 但是梁医生 我想知道有一两个 即是头这个和尾那个 都仍然是很问边 有点 其实日子久了 会不会有可能回来呢 也有可能的 曾经性受伤 头4至6星期 最高机会恢复 但是之后也有些机会 慢慢会恢复 OK 我想知道刚才你提到 就是用类固醇 会服食类固醇药 以及打类固醇进去内耳 是不是两样一起做 还是其实不需要 我们平时来说 先吃药 如果吃了一个星期的药 都没有好转 就加一些打針 放些类固醇进去内耳 但是如果一个病人 真的损失很厉害 真的差不多浓了 我就说赞成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打针和吃药 一起恢复的机会比较高很多 我想知道有很多人也会担心 吃类固醇是否会对身体有副作用 是的 如果有糖尿病病人 吃类固醇可以起血糖 所以就要很小心开心 所以这些病人如果受不了类固醇 就只可以打类固醇进耳朵 身体不会吸收 也不会影响血糖 我想知道如果损失了 有一些听觉 可能过了四至六个星期 某一部分都未必可以痊愈 或者过多几个月或一年都未必痊愈 但不是那么多 可能像这个病人那样 少少 那会不会影响到将来的生活 或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东西 如果不是损失了很多 应该不会有很大影响到生活 但如果真的有损失很多 就可能影响到交通方面 说话和聊天就不太方便 但这个很明显 应该不会这样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但可能大家要小心 如果做这些听觉测试的时候 就要问清楚医生 解释给你听 好像你现在解释得很清楚 给我听 Dr.Lang 我就知道原来人是要听这么多不同的分配 不是只是听到和不听到的 原来其实那个分配 究竟高音低音低音和中音都有分别 对 其实是否幸好一点 如果没有了高音 还能听到低音和中音 会更幸好一点呢 会不会呢 真的 损失高频音 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影响 沟通方面 因为平均力广说话 都是低音和中音 所以损失高音 就比较容易处理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们今天说的突发性失聪 突然间听不到的话 其实都很重要 可能发生在你和我身边 很多人都发生过 但只不过大家没有拿出来说 还有就是说 真是那句 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 立刻去找医生 立刻去搞 去做 或者做一些测试等等 不要迟 因为好像梁医生所说 你过多过一个星期 就麻烦很多了 就像中风的病人那样 这个时间我们休息 一会儿回来想讲讲 另外一个最热门的话题 最近就是鼻敏感 其实鼻敏感 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平时的生活 还有鼻敏感可以预防 以及可以适当地治疗 一会儿再经 好 继续由安乐居呈现的《不老八十》 今天请来的就是 以備后科专家梁文杰医生 Dr.Lang 继续 这个话题真的很多人感同身受 尤其是最近开始春天 花粉症敏感 我们常说花粉症 就以为算是敏感 其实不是的 敏感是分很多类的 不只是花粉的 今天梁医生 我想问问你 最近很多人敏感 吃药真的吃得很厉害 有些人每天都要吃 其实这些鼻敏感 究竟详细 我们如何预防 以及为什么会有鼻敏感 为什么要有鼻敏感 为什么要有鼻敏感 就是因为身体的抵抗力 当那些过敏源是细菌疗病毒 抵抗力就打过敏源 令到鼻膜肿 流鼻涕 也会痒痒 眼痕、鼻痒 喉咙也会痒痒 所以这个是自己本身的抵抗力 就是太重 就喜欢打过敏源 反而是太重的抵抗力 是的 太重的抵抗力 如何预防 平均来说 鼻敏感只有三个方法来控制 所以比较简单了解 一是检查病人 对哪种过敏源有反应 如果知道哪种过敏源有反应 就尽量避免 所以如果检查到对猫、狗敏感 就尽量避免猫和狗 就应该不会有这种被过敏的反应 但有很多种过敏源 就比较难避免 就像树、花、草 都很难避免 也不可能不出街 所以第二个方法来控制被过敏 就是用药来减轻症状 譬如有很多不同的喷鼻药 药丸、滴眼药水 这些都是减轻症状 但不是医好被过敏的 这些药都是指标不自本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 究竟过敏是什么才行 最好就是尽量避免 但如果避免不了 亦用药也控制不了 第三个方法 就是改变自己的抵抗力 叫做免疫疗化 令到身体学会接受那种过敏源 如何做法 先研究一个病人对哪种过敏源有敏感 有反应 就是打那种过敏源入身体 越打越多 直到身体可以接受那种过敏源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症状 但这种疗化要做三至五年才成功 平均来说 病人打針 打一年至一年半 已经觉得症状会很转 但如果一年半停了 很多时候被过敏也会复发 将来又会复发 我想先知道 我也想知道自己的敏感是什么 有时我也有被敏感 但怎样可以查出来 有两个方式可以检查到 一个病人对哪种过敏源有反应 第一个方法就是做一个皮肤测验 就是我们平均来说 选择10至40最常见的过敏源 放那种过敏源在皮肤上 十分钟后就检查皮肤有没有反应 第二个选择就是抽血 抽血都可以检查到 对哪种过敏源有反应 刚才你说最常见的过敏源 其实最常见是否真的 可能是花花草草 猫狗的毛 还有陈室 树草 和猫狗 这些多数都是最常见的过敏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过敏源是怎样 如果像刚才你说的 那个免疫疗法 可能会帮到 但要打几年的针 也很常识 但其实是否 好像你的病人里面 是否都会有些经验 让你知道 有些真是过敏 令到它影响生物非常大 有很多病人说 每个春天 鼻歌鼻塞 不能吸气 有时就会敲喘严重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 鼻涕会倒流入了气管 有呼吸困难 很多时候 睡不着觉 因为鼻塞 鼻寒声又扯大声一点 所以都很大影响生命素质 所以如果那些病人来说 最好就像刚才你所说 做那个免疫疗法 但是会不会有人说 我吃敏感药 吃到已经没有效 有时如果吃得很长时间 都会失效 那就赞成换药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药 有喷鼻药 敏感丸 眼药水 都有很不同的眼药水 都可以用 所以如果一种药 失效 就可以试用第二种药 我也都听人说 那些喷鼻药 有些可能都会用是 铝固醇去帮助 是否真的会很严重 才需要这样用 也不是 那些铝固醇 喷入鼻孔也很安全 是有铝固醇 这些铝固醇是消炎的 就比较减轻症状 所以不用担心 有很多病人 长期都用这些喷鼻的铝固醇 都很安全 其实不是太大 也不是太大 也不是很小 因为我知道 其实现在房间的一些 在外面买到鼻敏感药 都能帮助到 但有时 好像你说的 有一些 他们会在这里很不舒服 因为是发炎等等 但喷鼻那些 我当时也试过用 是真的喷了之后 便会舒服很多 但是当然 有些人就担心 铝固醇等等 其实如果剂量 不是太大 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的 他们做过研究的 噴完之后抽血 看看有没有铝固醇 在血里面 那份量很少 其实是否过了这个春天 应该 你的经验来说 会少很多人 再有这些问题 应该来说 但是要看病人 对哪种过敏源有反应 对吧 譬如草的 七八月就比较严重 所以看看季节 所以上去你诊所里面 当然有其他耳鼻喉的问题 所以如果敏感 都很多时候 有些人上来 要找你 是的 尤其是现在春天 很多人都来找我 没错 所以其实耳鼻喉科 是包括很多东西 今天只不过 可以正所谓 说了两样东西 耳鼻喉 你想想 还有我们说了耳朵 鼻歌 喉都还没说 以及耳鼻喉里面 都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 可以讨论 今天真是多谢梁文杰医生 和我们聊天 我希望下次 我真的很想请你再来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其他话题 都想说 希望你到时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好 多谢Raymond 多谢大家 多谢 其实今天真是很多谢 Dr.Learn 上来和我们讲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我想讲了很久 因为有一次 我朋友跟我说 他突然耳朵听不到 我说听不到 很常见 有时我们伤风 或者有时可能你去完 搭完飞机都会耳塞 我听不到 他说不是 我突然有一天 听电话 这边听到 一拿到另一边 完全是有点嘀嘀嘀嘀声 是听不到对方说什么 他就知道很大件事了 然后他就立即去找耳鼻后方 幸好 他后来就毫备了 但是他医生说 其实很多人 如果是迟了 或者未必那么好处 或者可能年纪大一些 都没有那么容易 可以有那些听觉 因为是影响了神经线 所以我很想借着这个平台 将这个讯息告诉大家 老实说 可能我见识不太多 我之前真的没有留意到 这个叫做突发性失冲 尤其是内耳 今次希望这个讯息 告诉大家 之后 大家要记住 有些什么 立即去找医生 不要等 不要自己估计 因为你自己不是医生 其实我们安乐居 都有很多不同的专科 有合约和我们安乐居 可以看我们的耳鼻后科专家 以及我们安乐居里面的 一些专科医生 家庭医生等等 希望大家 如果有什么事 记住去找一些专家帮你